这只狗前一秒温顺如绵羊 下一秒就翻眼不问人 它叫小美 主人也不解它为什么如此善变 就连给它喂狗粮喂水都变得小心翼翼 为了避免小美的攻击 大姐找来了一根棍子 推着食物向前 可小美依然对着大姐狂吠 怕它饿肚子 大姐反复尝试好几次 可小美依然不依不挠 等等这棍子造型有点侮辱狗 好吧那就换一把雨伞 当狗狗有攻击行为的时候 大姐就撑它雨伞挡住身体 一天三顿饭两吨水每吨都如此 邻居们都建议它将这狗卖给狗饭子吧 或者送给别人处理掉 可大姐哽咽地说 在之前小美也是一个漂亮温顺的狗狗 从小就跟着它 还陪它度过了一段难过的时光 可突然有一天 它在喂食时 狗狗咬了它的脚趾 还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 看到狗狗这样 大姐既难过又心疼 但依然不忍心去伤害它 于是大姐主动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救援队 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改善 和狗狗之间的关系 正在它与救助人谈话间 狗狗正脱绳索 猛地朝着主人扑了上来 众人见状赶紧逃到门外 关上大门后 大姐哭笑不得 这下好了 竟然被自家的狗轰出门外 它打开门缝瞧了瞧 狗狗竟然守着门口狂吠 大姐想着让串门的姐姐将狗狗引开 于是她从屋里扔出来一块肉 狗狗叼起肉 静止跑向姐姐的门口吃了起来 这下想进来的进不来 想出去的也出不去了 大姐趴在墙上 刚要查看情况 狗光冷烈地狂吠着 口水都溅到了我的屏幕上 突然的一幕 吓坏了大姐 她怎么也想不通 他们的关系竟变得这般恶劣 救援人员只能打电话 求助葫芦叔了 葫芦叔很快到达现场 刚要进门查看情况 可是帅气不过三秒 如此狂躁的家狗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得不穿上 提前准备好的防护服 准备正面对质 即便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可在进门后 还是被狗狗用力撕扯 她先是猛冲上来 接着用力咬向防护服 旋转 跳跃 我不停歇 猛逼了狗眼 狗狗的喜悲 没人能懂 僵持了好些时间 活路叔已成客幕 狗狗竟然开始躲避起来 经过三十分钟对质 一人一狗都已经疲力尽 活路叔才将狗狗 重新拴回原处 姐姐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葫芦叔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凶的狗狗 一般狗在咬人的时候 不会正面直接冲上来 至少还是会先回避 但是这只狗会试图面对面攻击人类 她猜测可能是狗狗太过焦虑 于是她通过最能让狗狗放松的方法溜弯 来缓解小美的焦虑 刚开始狗狗蹦达蹦达 看起来很开心 可突然又变脸 转而开始攻击人 狂吠起来 并不断发出威胁 这表明就算是六弯这种最放松的时刻 小美也是充满焦虑的 无奈 活路叔连拖硬拽 狗狗也骂骂咧咧地被拉回了家 她开始询问主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导致狗狗这样的 主人仔细回想了过程 之前狗狗不听话 总是半夜叫 附近的人都向她抱怨过 她没有办法凶了狗狗几次 也会拿着棍子试图吓唬狗狗 从那以后 她不再叫了 却开始有了反抗的行为 使他们之间的关系 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活路叔表示 大姐挑衅式的教训 让狗狗变得极其敏感 因此她采取攻击式 认为这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此刻 大姐的心 远远要比她的伤口还要痛 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养狗 但是它是我一生中养的第一只狗 我不想抛弃它 活路叔又说 这种情况 从长脸来看 需要特殊的训练计划 来改善狗狗的焦虑 经主人同意后 小美被接回了基地 工作人员 每天给她做良好的训练 和行为纠正 别担心 主人 我现在很努力 希望再次见到你的时候 会收获一个 有爱且温暖的小美 而你还能依然爱我 感谢观看